那麼前面的三歸一其實它不應該屬於人天秤 它是應該共於五秤 整個五秤的修學 如果離開了三保的功德 離開了三保的引導 就是外道法 中國八大師就是這樣講 你所有的修學跟三歸一不相應 就是外道法 那麼我們看真實的人秤開始是五屆 這當中有五段 兩段 第一個正式借項 第二個懺悔方法 那麼正式借項當中分成五段 一不殺生 二不托到 三不邪淫 四不妄淫 五不飲酒 首先我們看不殺生 不殺生先解釋 什麼叫不殺生 解釋它的名義 好 請和長我們念一遍 斷有勤命 是名殺生 凡有命者不得顧殺 若自殺 叫他殺 方便殺 奏殺 墮胎 破軟 與他毒藥 令命斷折 並得殺罪 首先我們把殺生這兩個字做一個定義 就是斷絕有勤的生命 那麼一個有生命的東西你把它斷絕了就叫殺生 那麼什麼叫做有勤命呢 什麼叫做生命呢 這個地方有定義的 從初世到後世 就是從一個生命體 就是他開始投胎 也就是這個母親的腹肌母血成立以後 這個就是一個友情 有些人以為誤解說你墮胎啊 這個胎兒要七七四十九天長成人形的 你把他殺了才算殺戒 他沒有成人形之前不犯殺戒 這個觀點錯誤 不是這樣子 當他開始投胎以後 就算他六根沒有長成 他就是一個生命體的 一直到他死亡 就是全身冰冷 他的神是離開為止 這個過程 你用任何方式去破壞他的身體 全部叫殺生 只要這個母親開始懷孕的第一天 這個就是一個友情眾生了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 斷絕生命叫殺生 在以下介例當中講出七種情況 凡有命則不得顧殺 第一個自殺 自殺在歷史上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是你自己去犯殺生的這個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殺害你自己 主要知道 你破壞你的身體 你自己也是一個友情命 中品 不過殺生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雖然他中品 但是他對你的來生的破壞力很強 因為他太靠近死亡 主要知道 這個時間 你越靠近靈命中所造的業 是勢力越大的 在一全十定講到業果的時候 有這個道 有這個說法 就是業靠近死亡 所以你造的這個修行 臨終抱佛腳都有效果 後面你要越小心了 那麼 你把自己殺害以後 你即便馬上就死亡了 所以這個業 這種心態 這種殺心 對你來生會產生極度的破壞 因為他太靠近死亡 一般自殺死掉的人 來生很難有好下場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殺亡以後 馬上面臨死亡 馬上面臨你命中 你這個臨終的念頭 肯定受到你這個潛意念 你想殺害身體那個稱心的影響 這個業力很容易表現出來 很容易得果報 所以這個第一個 殺生也是換殺罪 第二個叫他殺 那麼你自己沒有殺 你叫別人去殺 如果對方死掉 你照樣換殺罪 教授他能殺 第三個方便殺 就是說你安排很多殺生的陷阱 比方說你明明知道某人 要去哪裡喝水 你就故意把一個毒液放在桌上 讓他去喝 那麼雖然你沒有拿給他喝 但是這是你安排的 這個叫方便殺 如果對方死掉 你就換了殺身的重罪 第四個 咒殺 你用咒魚來殺 來殺某一個人 或者殺某一個鬼神 第五個 堕胎 你用藥物跟手術的方法來 殺害這個胎中的嬰兒 第六個 破卵 破卵是對動物 破壞動物的卵 第七個 以他毒藥 你明明知道他有殺身的傾向 結果你把毒藥賣給他 或者拿給他 你明明知道對方死掉 你也是換殺身 那麼有七種的方法 使令命斷者 這個是總結 使令前人命斷 都叫殺身 所以這個殺身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是故意殺 一個是不故意殺 我們講一下 如果你是故意殺 你有兩個結果 第一個造了罪業 要到善惡道去一趟 因為你內心累積的罪業 第二個 你有來生的因應因果 你欠他一條命 你以後的生命 除了你到淨土或到涅槃 遲早得還 兩種 一個世間的因果 第二個是你造了一個殺身的罪業 就是故意殺 如果你不是故意的 我不小心走路踩到一隻螞蟻 你沒有罪業 但是有因果 還是有因果 所以無心殺身也要避免 這個殺身的麻煩在這裡 因為你牽涉到一條生命 雖然你沒有造罪業 關鍵是對方放不過你 所以我們會講到要故意殺身的要避免 不故意殺身的也要避免 我們看巨猿成犯 那麼殺身有五種因緣 我們把它唸一遍 一是人 二人響 三起殺心 四心方便 五前人命斷 那麼有五種情況 只要這五種情況全部記住 我們就定義 這個人發了殺身的罪業 第一個 對方是人 他必須是一個人 才有根本 第二個是人響 你心中也知道他是一個人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雖然對方是個人 但是你以為他是一個樹 黑暗當中你認為他是一個樹 那麼你撞過去把對方殺死了 但是你心中並沒有做人的想像 那沒有換根本 沒有換根本 第一個 他的外境實體是個人 第二個 你也做人的轉想 這兩個都要記住 如果對方不是人 你把他當做人 把他殺死也不換根本 因為對方不是個人 你雖然做人的轉想 也不換根本 這兩個都要記住 外境的確是一個人 你心中也做人的想法 這兩個都要記住 第三個 起殺心 這個是關鍵 犯罪動機 你有殺害對方的意圖 簡別他不是故意的殺心 第四個 新方便 你有採取手段 你不是只有心 你不但心動還有行動 比方說你用刀劍 用藥物 用針灸 用陷阱等等 你有各種的方便 前面說有七種方便 第五個 前人命段 這個人因為你殺生的行為而死亡 你就放根本 這個業就造圓滿 前人命段在例上說 如果你殺害他的時候沒有死 他只是重傷 但是後來這個重傷沒有治好 他最後的死亡是因為你那個殺生行為引起的 你也換根本 即便當時沒有死 但是後來因為這個而死 也換根本 只要他沒有把病治好 都算前人命段 那麼這五種因緣 有 這個古德把它分成三個重點 叫義勒 加行 救行 第一個 我們要判斷一個業的成就 第一個他一定要有義勒 就是他有動機 殺人有殺心 偷盜有盜心 等等 他一定要有犯罪動機 第二個他要加行 他一定要有行動 他如果想一想而已 這個不能構成殺罪的 完整的業力 一定要有加行 第三個要究竟 要把這個事造圓滿 殺人 就是命段 叫圓滿 所以我們未來在判斷這個介力的時候 你抓住兩個重點 義勒 就是你的內心 判斷他有沒有犯罪 這個最簡單的 就是你當時是怎麼想的 你去穿人家的拖鞋 你當初是怎麼想的 我穿錯了 不換刀戒 我以為是我的 或者我暫時借用的 不換刀戒 你如果是一種侵占的想 換刀戒 所以你當初是怎麼想的 這個是關鍵 判斷有沒有犯罪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犯罪的輕重 看外境 你面對是什麼環境 你面對人 面對鬼神 面對天人 畜生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判斷的時候 第一個 看你的心 知道你有沒有犯罪 第二個看你的靜 看你犯罪的程度 輕重程度 一個是越心一個越靜 好我們看犯罪輕重 從這兩個原則來判斷 我們先看最重的喪品不可違罪 若殺父母羅漢聖人犯逆罪 若殺聖人命斷犯重罪 這個都是喪品不可違罪 父母是我們的恩田 羅漢是一種住持三寶的禁田 他有住持三寶的功德 那麼這兩種犯了以後犯逆罪 這個逆罪 只要在監禮裡面講到逆罪 就很難懺悔了 不是不能懺悔 很難懺悔 業力太強了 而且這一般來說 我們前面講過 業力強的話 他會很快得國報 大概來一生就得國報 因為他太強了 那麼如果只是殺人 那麼就犯重罪 但是不管是殺人 或者殺這個 父母 聖人 這個就 一般的懺悔已經沒辦法了 要取向善了 就是你的戒體破壞了 那麼我們後面會講到懺悔方法 這個就是要取向善了 假設你殺人不死 你把他殺了 你本來要他死 結果他沒死 忠品 或者你是殺天人 殺龍類的眾生 殺鬼神 死定他命斷 但是他不是人 忠品 如果你殺的是畜生 蟲子 螞蟻 蟻子 獅子 等等 下品 若殺天神畜生 蟲等不死 下品 隨喜 別人在殺生 你隨喜讚嘆 也是下品 這個殺生的重點在人 為什麼呢 雖然天上的果報比人還好 但是畢竟 因為人是可以學習啊 他可以得到智慧啊 在經典上說啊 天上的果報啊 你 所以我們佛法對天啊 不是很讚嘆 因為到天了以後 你福報太大了 變得傻傻的 傻傻的 天人傻傻的 他就是沒有那個 第一個他的明瞭性弱 第二個他沒有記憶力 你看釋迦牟牛說法的時候 那個天人來聽 聽完以後到上面 全部忘光了 因為他回去以後 看到都是宮殿美女 他怎麼還記得到佛法呢 因為你只有人 因為人的明瞭性 他能夠記憶佛法 能夠思考佛法 所以 諸位你六道輪迴裡面 你唯一的希望是得到人生 唯一的希望 其他都是在 酬償業力 都在還債而已 你只有做人 你的生命 才能夠產生大方向的改變 所以他好不容易 排隊排到做人了 你把他給殺死 糟了 現在這個時代要做人 也不簡單 現在大家都不想生小孩 所以你要排班 排很久才做到人 因為你要有業力還有因緣 你要跟父母有緣 你父母親 他們都沒有結婚你就知道了 你要等其他的因緣 所以這個做人 人生難得 那麼得到人生以後 他有可能會在人生裡面 修習佛法 產生很大的改變 比方說求生俊土 結果你把他給斷了 那你對他的傷害太大了 所以佛陀說 因為人是法器 所以致重 是這個原因 我們再看他的複製 若見他殺 如果有人被殺了 特別得死的是畜生 我們能夠救救救 不能救呢 我們應該念佛持咒 來回向給他 使令他不要產生這麼大的恨 永斷惡言 這個就是廣結善言 所以我們在回向的時候 回向眾生廣結善言 我們看看開眼情況 我們把他唸一遍 兩種情況開眼 請問 無殺心而誤致死 狂亂壞心 見憤而捉 如沾潭無益 見火而捉 如今無益 乃名為狂 雖無犯戒 而世間果報不失 那麼沒有殺心 比方說你開車 或者走路 那麼壓死的螞蟻 但是你 你的目的只是想要到 某一個地方去辦事 你沒有一種 想要殺害 這個足下眾生的心情 所以這樣子不能構成罪業 但是 還是有因果 狂亂壞心就是精神錯亂 什麼叫精神錯亂呢 在律上講出兩個定義 第一個你見到糞便 你都想要去抓 把它當做沾潭香 你看到火 也會想要去抓 像抓黃金一樣 這樣子叫做狂亂 那麼雖無犯罪 但是世間果報不失 這個殺生麻煩就麻煩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臨終的時候是懷恨而死 那麼這一念的恨心 就產生一種 力量 在絕例裡面上說 你家庭主婦在煮麵條那個熱水 你不能直接倒水溝 水溝裡面都是眾生的 你也不能倒到草叢 第一個熱水 你要把它放冷的 或者加上冷水 讓它溫度比較適合才倒掉 第二個 有化學物品的東西 有毒的物品 你不能隨便倒的 因為你水溝裡面通通是細菌 通通是蟲類中生 即便你當時在倒的時候沒有殺心 但是那個因果不失 只能夠說你沒有造罪 但是你來生就截很多惡言 看到你不歡喜 你做什麼事他就障礙你 在歷上說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可能比較少 就是這個 以前榮尊時候在燒柴火的時候 你這個木頭 你要用眼睛看一下 如果它已經腐朽到 合理的推溫已經有蟲 這個木頭就不能燒了 有蟲的木頭不可以燒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點點滴滴 你要注意